这是一般的,譬如说个人网站,你可能会加一些比较漂亮的图示啦 或者写一句什么,自己看起来还不错的话 我们就照这个 导王,譬如说,今天要做的事情 那版面要做切割,对不对 版面做切割才不会让一列一列的,像握了一列牌有点难看 来,我们就从这里开始吧 这里 在这一页哦 那在这一页呢,我们刚刚点了这个 我们现在回到什么 充弦的教学分享这里,我现在点一个 现在接下来我点这个 Empty Page,Empty就空白了 来,点一下哦 那就开始要做了 那开始要做的时候呢 把滑鼠标移到左上角来 移到左上角的时候 我可以先把这个 先做关闭 来,先收起来 那关闭的时候呢 再跟各位报告一下 预设Notion 编辑只有这样 诶,老师 两边留太多白了,我觉得这个时间点可以放大一点 下一个标准动作,请老师点 右上角的三个点点 做什么事情呢 Full Wide就是 全屏的 宽萤幕的 哦,当你点下去的时候呢 哦,接下来这个是可能标示 那这个style就是字形啦 我觉得第一个就好了 那没有那么多事情可以选择哦 网页的东西是要跟别人分享 所以字形也没有这么好挑的 来,请各位 第一个 那如果再展开来呢 第一个,回到这个页面来 那接下来 左边 面板功能收起来 一 第二个 三个点点 变成全萤幕 先到这里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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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